这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大概 我们有雕刻 有色彩的溢出 有部分的雕刻 然后部分的让它有垂直流动 那其实这些的加在一起呢 它是一个效果 一个什么效果 一个让你觉得它在一个抽象的背景里面 慢慢慢慢慢慢出现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眼球的定位 跟这一点的定位 这一个三角形 这一点跟这一点跟这一点的三角形 就符合了这个 这一点这一点跟这一点三角形 它整个比例 所以如果这个是对的 那就全部都对了 你的脸它就跟它非常非常接近 好 第二个 有许多坏油我常看到 就是这个 这已经干了嘛 那为什么会干呢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西式剂够多 所以你们会看到这个流下来 你看 一点 当然会了 还是粘出来一点 可是基本上你在上颜色的话 你不要来来回回的话 它会是两个颜色的覆盖 尤其我们现在放上去的都是冷色 冷色是什么 冷色就是 调色盘看得到吗 好 我拿这个干的 那个湿湿的 冷色呢 就是这个白加了一些寒色的 比如说蓝 或冷蓝 或者是中性的蓝 Celerian Blue 或Fellow Blue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覆盖力都很强 覆盖力很强 其实再一次就可以了 那就会产生一个强光的效果 所以它不会变脏 要不然你可以知道 蓝加红应该变紫 可是我刚你们回头看影片就知道 它没有变紫色 并没有变紫色 它没有变紫色的原因就是 第一 我们用的色彩 我们了解它的覆盖性 OK 好 忘了管你音乐 好 没关系 好